一趟捷运的时间 听一本好书的精彩 林尔祥为您朗读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下好读 我是林尔祥 在岁末年中 想为您介绍这本好书 给自己一个拥抱 给希望一点时间 有时候有没有觉得 当我们拼命地在努力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超出我们掌控 我们再怎么坚强 有时候也会需要被理解 被安慰 在这个充满压力与挫折的世界 给自己一个拥抱 对自己说一声 没关系 这本书是纽约时报 周日泰晤士报的畅销书 亚马逊书店的编辑精选 华尔街日报年度最疗愈的书 它也是Netflix影集 伯杰顿家族演员 强纳森贝利最爱的书 不知道你有没看过这部影集 作者是 《活着的理由》 《午夜图书馆》 英国百万畅销作家 麦特海格 他最新的作品 畅销作家 麦特海格 曾经自己走过忧郁的低谷 并且将这段历程 写成了自传 《活着的理由》 当时就获得全球读者 广大的回响 他也从自己克服低潮的经历中 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矛盾 那就是 我们往往是在最低谷的时刻 得到最清晰 最疗愈的人生教训 这本书 其实就是麦特的自我疗愈计划 他把生活中遇到的快乐时光 得到的珍贵体悟 都收藏起来 戴在身边 给未来无可避免会碰到难关的自己 这本书 除了麦特的日常思考 激励他的只字片语之外 还收录了许多 显为人知 却无比振奋人心的真实故事 麦特 甚至不藏私地 公开他最爱的疗愈电影 《歌单》 以及《食谱》 在一百多篇文章之中 有一个清晰的共同主题 那就是 处境在困难 我们永远能够怀抱希望 黑暗中 即使是最微小破碎的光 也可以显得闪耀 能够吸引我们注意 甚至 引领我们回家 今天的书斩内容 很简单 就是十件 十件 不会让你快乐的事 第一件 就是想成为你不是的人 第二件 不会让你更快乐的事 就是盼望消除一段 无法重来的过去 第三件 像没有伤害你的人 发现你的伤心 第四件 为了转移痛苦 而去做会造成更多痛苦的事 第五件 不会让你更快乐的事 那就是 无法原谅自己 第六件 不会让你更快乐的事 是期盼别人能够了解你 却不明白 他们可能连自己都不了解 第七件 想象快乐是一个 抵达以后 从此就一帆风顺的地方 第八件事情是 妄想在这个 无法预测的宇宙里 控制每一件事 第九件 为了逃避痛苦的回忆 而抗拒享受当下 第十件 不会让你更快乐的事 就是 认为自己 一定要快乐 快乐常常发生在 你忘记别人 期待你该是什么样子 该做什么的时候 快乐是偶然啊 是你不经意敞开门 表现出自己的时候 感受到的温暖微风 如果 我们每天可以接触一件 美的事物 不论是再微小 不论再细索 读一首诗 听一首喜欢的歌 或者是与朋友一起开怀大笑 在夕阳最终 没入黑夜之前 可以仰望天空 看一部经典电影 吃一块柠檬糖霜蛋糕 什么都好 只是简单地提醒一下自己 世界依然充满惊奇 即便你现在的生活 处在一个无心欣赏事物的关卡上 还是可以偶尔想起 世界上仍有事物 值得去享受 只待我们做好准备 今天书斋 提供给您 十件不会让你更快乐的事 希望您 真的能够做一件 美好的事 一件小事 无论多么细微 都可以让你的生活中 充满了喜悦之情 最末年终 送给你这一本书 给自己一个拥抱 给希望一点时间 由天下杂志出版 在2022年的最后一集 天下好读 还想和大家分享一本 好听的有声书 那就是当两位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相见 他们会怎么回答 全球最多人想问的问题 那就是 在充满各种苦难的世界 真的可能活在喜悦之中吗 达赖喇妈24岁就被迫流亡 将近60年没有办法回家 图图大主教 一生对抗种族隔离暴行 目睹人性的丑陋和绝望 两位精神领袖 历经了身体与心智的磨难 却也共同领略到 人生没有办法免除苦痛和心碎 但是 如果能够怀抱喜悦而活 就算困苦 也不会变得冷酷 虽然心碎 也不会因此崩溃 他们的对谈被集结整理成 最后一次相遇 我们只谈喜悦 透过这本书 把喜悦留给了全世界 现在更推出了有声书 让我们用耳朵 也能够领略两位领袖的智慧 欢迎听众朋友 现在就点选资讯栏连结 听听两位精神领袖 送给世界的喜悦 还能够领取限量折扣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